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ext 今天是第九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接收多个参数 对吧 上一期我给您分享的是 接收一个参数 对吧 今天的课程咱们要接收多个参数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从UIL中接收多个参数 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有用 属于避讳的技术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首先大家看 我在这个地方建一个Tag文件 建一个Tag路径 对吧 这里面显示咱们各种 各样的商品的Tag 对吧 那么今天咱们先建这么一个路径 我这样建的话 它其实还是在UIL中 接收一个参数 是个参数名叫做Tag 为什么 因为我在Tag前加了下滑线 咱们先建这么一个 其实它不是文件 它是一个路径 咱马上开始 和上一期显示不一样的内容 上一期咱们是建了一个文件 对吧 加下滑线 今天咱们是加上一个 带下滑线的路径 对了 在给您演示之前 先给您看一下我的开发环境 现在的页面 是我的课件 这个是咱们运行调试的工程 这个是后台跑的调试服务 然后 这个是咱们实际看到的页面的效果 好不好 咱们有这么四个画面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先在我的开发工程目录里面 咱们建一个Tag的子目录 但是是加下滑线的 好不好 因为咱们就把它作为参数接收 然后咱们再建一个index index是什么 是这个目录下的默认组件 好不好 建上 OK 然后咱们这里面编上代码 编什么代码 大家请看 拷贝过来 做个简单的讲解 大家请看 一上来是一个H1 在这地方 大家注意看 这个和上期一样 咱们接收一个URL传来参数 参数名叫做Tag 好不好 然后下面 我是做了一个列表 循环也没循环 就说 让Tag再往下走一层 咱们现在显示时 这个咱们先不用 一会儿咱们做多个参数 接收的时候 才会用到这个代码 目前咱们不看 目前咱们就看这一个 好不好 上面一栏 OK 那么Ctrl S存盘 咱们马上运行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我访问方式 我这给你写了 您就在这URL下面 敲上这个Tag名 就能够进入这个页面 咱们试试 咱们试试 我在这就直接敲Tag名 斜线 比如说 PS5 新发卖 大家请看 这个Tag页面是不是出来了 商品一栏 PS5 对吧 咱们看一下 商品一栏 然后后面显示Tag名 没问题吧 出来了吧 正常的进入到了这个页面 OK 没问题 咱们再敲 比如说PS4 都可以 对吧 都能进来 然后大家看这个位置 我根据用户 传进来的Tag名 在这个地方 又做了两个动态的链接 大家请看 我是用这个吗 传进什么 接受什么 然后后面加个下滑线 再跟上一个塞尔达 或者跟上一个马里奥 对吧 咱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链接 一个是链接到PS4的塞尔达 一个是链接PS4的马里奥 当然咱们都知道 咱是不可能链得过去的 对吧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任天堂发卖 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路径 所以说他认为是找不到 对吧 并不是因为PS2没有发卖 当然PS2确实没有发卖 好 那么咱们该怎么做 咱们就应该让URL接收多个参数 对不对 怎么做 往下看 大家看 我在这个下化线tag目下 我再建一个下化线name 这么一个组件 这样的话 让他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是接收到PS2 是吧 一个PS4 一个是接收到塞尔达 对吧 让PS4也发卖塞尔达 就这意思 好 咱们试试 任天堂一会儿就给我发律师函了 OK 如果您今后能够在PS4上玩到塞尔达的话 一定是盗版 好 咱们拷贝上代码 好 大家请看 在咱们详细页面当中 我们会做一个判断 如果您输的游戏名 对吧 咱暂时把这第二参数叫做游戏名 name 咱们叫游戏名 如果您输了游戏名 有值的话 那会在咱们详细页面里面打印出 您是哪个tag PS4 PS5 对吧 同时打印出您输的游戏名 以证明什么 以证明咱们通过这个组件 接收到了UR传来的两个参数 一个tag 一个name 对不对 实验一下 好 回到刚刚页面 F Ctrl Cmd 刷新一下 然后因为咱们这能多了两个参数 咱们先手工输入吧 比如说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刚才可是报错了 现在呢 现在出来了 对吧 OK 然后咱们再来 稍等 我是怎么进这去了 咱们再输PS4 进入到咱们tag的页面 然后我点击这的时候 刚才报错 现在就不报错了 所以说大家请看 PS4居然也开始卖马里奥了 对吧 OK 这样的话 咱们相当于接收到了 动态接收到了 UR传过来的两个参数 当然 咱们仅仅是显示出来了参数内容 按理说咱们该干什么 应该根据用户传起来参数不同的内容 咱们去服务器端检索 然后呢 给用户显示出来相应的产品的信息 那才是咱们真正的逻辑 对不对 今天给您做演示 仅仅是显示出来用户的结果 就可以了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呢 通过UR方式 接收了用户给咱们传过的多个参数 非常的有用 推荐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今天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